胡老师 姑娘 如果一个曾经因为冲动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的男人 真的是因为害怕再一次的冲动 会导致双方的不幸的话 他在跟你最初交往的时候 就会像他给客户找房子一样 十分的慎重 如果是真正一个 真的觉得因为冲动而后怕的男人 他会百般地警醒自己 也会警醒你 你们更多在生活当中会有交往 会有了解 会更加慎重地发展彼此之间的每一步 但事实上情况不是 爱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承认她的存在 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口口声声说我对你愧疚 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们还得慎重地交往 那么你现在能够唯一给她的 就是尊重她的存在 言二道零的最终结果是内心自己有鬼 或者内心自卑 而且女生也没有要太好的生活 况且她没有谈结婚 她只想要一个在众人眼里 一个合法的称呼 或者说一个合情合理的称呼 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承认吗 承认 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事 非要把自己包裹得无比的高尚 你今天所有的话都伤害了 所以说我只想跟这位女生说 如果一个男人要堂而皇之地 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为由 不肯承认 不肯承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重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来这儿我就是 我就是想 就是想要一个 在你身边那个名分 把家长见了 再来和你进一步下去 我不是说要求 就是那么物质的一个人 我想你也知道 在这么长时间 你也能感觉出来 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见父母 我把父母见了就行了 然后能在你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在你的朋友和家人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事 再重导覆辙一次 我感觉 不行 还没听明白呢 听懂了吧 好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节目当中 得到图里一对一的指导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剧力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当然他们自己的 一个选择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 女生愿不愿意 继续这种方式 跟男生交往 男生愿不愿意 改变一种方式 跟女生试着再往前走 请开门